你能相信这一段歌声竟然是一位演员所唱吗 有些明星是以演员的身份走红 因此观众们从来不知道 原来他们这么会唱歌 今天凤凰就要来介绍 演艺圈有哪些超会唱歌的余演员 赵路斯近年来演出古装剧人气非常高 他曾经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 赵路斯也经常分享私底下唱歌的模样 甜美歌声配上甜姐般的外形 许多人认为听她唱歌十分令人陶醉 接着观众可以来猜一猜 在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中 这一位带着面具 唱几句就让人惊艳的女星是谁 答案是这个人竟然是宋祖儿 有着精致五官神言等级连孔的他 没有人想过他不但会演戏 唱歌还是一等一的好听 有着天使脸孔同时也很能唱的 还有仙女姐姐刘亦菲 没想到一开口也让人惊艳 刘亦菲曾经轻唱了一小段王菲的红豆 很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其实刘亦菲刚出道的时候 出过专辑 能唱轻松的曲风 还能唱跳舞曲 当时公司也有打算让她进军歌坛 刘亦菲早年和日本索尼签约过 在日本发行专达唱过日文歌 之前她有为自己主演的花木兰演唱英文歌曲 精通多国语言实在太厉害 刘亦菲的戏演得非常好 拿过白玉兰奖也拿过金银奖 因此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一位好演员 她曾演活了《狼牙榜》中 英姿飒爽的《霓皇郡主》 而《狼牙榜》中的插曲红颜旧 就是刘亦菲所唱 非常有味道 刘亦菲是早年发行过专辑 实际上非常会唱歌 曾经是节目《化解歌王》的第一季冠军 许多人在她唱歌十分投入感情情感争执 只是我回首来时录的每一步 都走得好孤独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关 怕过去又不为 也会试着不去想去 你如何用爱将我保围 三季以后周迅 在演戏上的成绩好的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 曾经有人说周迅的声音低沉不好听 不过这也正是周迅的特色 今夜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我飘啊飘 能摇摇摇 无根的野草 我问自己 想知道什么 周迅独特的低沉嗓音特别有味道 她唱歌就如同演戏一般 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识别度很高 其实还没进入演艺圈之前 周迅曾在酒吧唱歌 出道后还出过专辑 有趣的是周迅其实是学舞蹈出身的 既不是学演戏也不是学唱歌 却是两者表现都很亮眼 同样是以演员身份 红得家喻护晓的赵薇 由于她演的小燕子太出名 加上之后也是以演员为主要的职业 很多人都因此没有注意到她的歌声 当年让她走红的环珠格格 插曲有一个姑娘 就是赵薇所唱 是那个姑娘呀 我就是这个姑娘 秦深深与萌萌的主题曲 也是赵薇唱的非常好听 赵薇的咬字非常清楚 音色不错 声音也很有识别度 在演员中也能算是很会唱歌的 影后等级的资深演员宁景 演过孝庄秘史《大秦帝国》 成名代表作《非常多》 也是许多节目的评审 而她的地位如此之高 也是因为实力坚强 多年前的一首《Loving You》 那海豚鹰就惊带了众人 不敢说能和专业歌手媲美 但是现场能唱到这样 已经够让人惊艳 宁静唱歌就如同她演戏 非常富有野心和张力 早期在许多戏剧中 都演出《女一号》的韩雪 最早的时候 其实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当时因为外表清新漂亮 歌声也很好 被誉为中国的新玉女掌门人 其实韩雪小时候就很会唱歌 六岁时进入苏州市儿童合唱团 一路参加过不少歌唱比赛 也难怪唱功可媲美歌手 演出《爱情公寓》中的胡怡飞 而出名的娄逸霄 虽然身为演员的作品不多 不过歌倒是唱得非常好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 不会心意悲愁 《 sam yay的爱情公寓》 《歌声》中的银 demand 楼里霄本身就是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系音乐剧班毕业学过声乐 所以唱功不凡 举进一演的戏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 不过说起她的歌声却很少有人不赞赏 举进一最早是通过海选而进入演艺圈 她的歌声是她的一大武器 音色相当好唱功也很强 后来以偶像女团出道 因此舞台表演实力也很稳 是能够现场唱跳的一位女星 低调又有实力的演员谭松韵 唱起歌来也很不错 不是一听让人惊艳的类型 却是听起来很自然舒服的声音 照亮着沉睡的眼 谁的梦中住着谁的情深 《延禧公略》中皇后身边的宫女名誉 她是演员江子星 在戏中造型神似米老鼠 性格讨喜斗趣 有着这样形象的她 一开口却是让人好惊艳 江子星也算是音乐科班出身 毕业自中央音乐学院的部署中等音乐学校 曾经参加过超级女生的海选 可惜落败 最后也是以演戏才开始有名气 看完这些超会唱歌的女演员 观众觉得哪一位唱得最好呢 欢迎收看同系列影片 超会唱的男演员 以及期待下一集 不会唱歌的影视演员